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那瑞利奄奄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有垂直凶说 上帝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盗酸为一了 这是一个瑞利的心境 他上圣殿的时候 别人很兴奋 但是瑞利的心下沉 在圣殿里敬拜 别人公开站在圣殿中 瑞利却远离圣殿一点 在敬拜时 别人是举目望天 瑞利是垂着他的头 在敬拜时 别人可能两手高举 大力称颂 瑞利却痛苦地垂着他的胸 瑞利对主的祷告很简单 只有一句话 上帝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瑞利深深地知道 他是个罪人 他需要上帝的救恩 他需要上帝的怜悯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教导人 要像瑞利这样的祷告 我们不会教导人 祷告的时候要离上帝远一点 不要太接近 我们不会教导人 祷告的时候头不只要低下 还要用手捶着胸 捶到自己的心会痛 捶到自己的心会闷 捶到自己都说不出话来 瑞利这样的祷告不是学来的 也不是模仿来的 是真心的流露 因为他自己认为离上帝太远了 他太需要上帝的接纳 他太需要上帝的赦免 但是他的生活 他的职业 他的心境 离上帝太远了 开恩这个字是人在远处 不得进前来的时候 对主的恳求 开恩的言义就是我在远远的地方祈求 为什么不进前来呢 也许说所看到的进前来的 是那些顺利的 是成功的 是护有的 是盲上帝所祝福的 是自认比别人还近前的 以至于瑞利自认为比不上他们 瑞利的职业 瑞利的生活方式 按着世界的标准 他充满了良心的通告 都在证明我是一个罪人 上帝不是以我们距离他的眼镜 来衡量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距离上帝越近 我所得的好处就会越多 我如果是认为远离上帝 那我所得的好处就会越少 甚至是坏处越多 不 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上帝 主与人的距离 是我们的心与祂的距离 也许我们自认为离主横眼的时候 是主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是的 祂是怜悯那些 自认为离主耶稣的救恩横眼的人 主耶稣称这个税吏为义 竟然不是在圣殿的面前 而是在税吏回家以后 可见一个人被上帝称为义 是在他家中如何 而不是他在圣殿的表现如何 不是他与其他人的比较 因为在他的家中 他没有人可以比较 也许主耶稣对我敬前的粮食 不是放在圣殿里的表现 而是放在家中 主耶稣会听到我在演出的 默默的 垂胸的 难过的 低着头的祷告 当主耶稣说这样的比喻的时候 我就勉励我自己不要太灰心 不要自责太深 主耶稣依然与我亲近 我的妻子安息之后第三十天 我终于第一次不用服用安眠药就可以睡觉 我也没有服用精神科医生所开的 使我能够安舒睡觉的快乐碗 我在出国以前 把这些药碗都丢入垃圾箱 在十月四号 我还是会不定期的大哭 我不确定主会帮助我 但是也许我有一个深刻的期待 我期待能够靠着上帝的话 就可以不用吃安眠药 不用让我吃那使我愉快的白色的小药丸 我慢慢的体会到 因为呼吸是一体的 呼吸安息之后 在我的里面有一大块的部分也已经死了 不再有感觉 不再有知觉 不再有感动 不再有触动 我活着 恍惚是带着一部分已经死的在活着 那税吏回家就称义 耶稣差一次的提醒我 也许我的期待安息以后 我恍惚没有家 我的家是哪里呢 我到处流浪 我这里住几天 那里住几天 招待我的人 都是保护我的人 主耶稣 主耶稣 我虽然还在难过中 但主耶稣求祢开恩 怜悯我是个罪人 求祢倾听我在眼处的呼求 求祢听我在一个人在家中的呼求 我所住的地方没有人 我静静的住在这里 我仰望主 主耶稣 你知道我是奄奄的站在哪里吗 噢 耶稣你知道 耶稣你知道 你说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 祢称我们是义人 因此我们还是有家的 主就是我的家 主耶稣当我在 写这段圣经节的读经心得 当我试过几天再回来朗读的时候 这依然是我的祷告 你并不是依我跟你的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我 你是依你对我的距离的远近来衡量我 我虽然自认为我离你很远 但是你却认为你离我很近 带领我吧 扶持我吧 主耶稣开恩吧 怜悯我这个可怜的罪人 让我再一次的回到天父的身边 主耶稣我要仰望祢 我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活的时间是非常的短 天国才是永远的时间 求主耶稣听我的祷告 让我定金以永恒 让我每一天浓然靠着主往前去 让我每一天的重担是一天的重担 一天杯 不要想太远 因为我相信主耶稣是怜悯着我 主耶稣是开恩着我 带领我这个可怜的罪人 回到主的家中 我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